有问题的话有点小毛病就一个月刮一次 平时我们可以半个月 但是有些同事就说了 我没那么多时间忙 咱能不能随时随地咱就刮刮痧 保护一下肝脏 随时随地刮 我们根据肝胆相表理 根据这样的一个理论 我们就刮肝经和胆经 那你就隔着衣服天天都可以刮 这个胆经非常的长 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经脉人 你看这个绿颜色的就是这个经脉 你看你看 它就走在人体的侧面 侧面从这个下边上来 然后到胸鞋部 然后再到肩膀 你看到腿下上来 上来以后呢 然后到这颈部 肩部 然后上头 然后一到前额 这样在这有两个折腕 整个都是胆经 那既然胆经这么长 所以我们在刮痧的时候 你可以分段刮呀 比如说你想强壮你的大脑 让你的思维敏捷 那你就刮一刮头 其实张老师刮痧的时候 也要自己的感觉比较重要 对 这里没有一定的说一定要怎么刮 它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有压力 对 比如说你刮头可不是梳头 简单的梳发型 要把力量的渗透下去 渗透到头皮下面的经脉 但有的人成分的力量 就这样 绕着耳朵画问号 你绕着耳朵画问号 这个区域 正好就是胆经在头部寻行的范围 看就这个 绕着耳朵 绕着耳朵画问号 这样就可以疏通头部的胆经 然后我们刮一刮肩膀 胆经在肩部寻行的区域 你就给它疏通了 这样可以顶尖 这个颈部到肩部 改善脖子肩膀的不舒服 然后我们再刮一刮心斜部 有的人 有的时候情绪不好 气得两肋胀痛什么的 你可以刮一刮这 就是我们的提侧 胆经寻行的范围 然后我们还可以顺着它向下 就是我们穿的 我们穿的这个裤子 这不是都有一个裤缝吗 那裤缝正好就是胆经寻行的位置 你就捋着那裤缝向下刮 这样一段一段刮 然后再刮到小腿 一直向下刮 还有刚才说了一步的 还有一个就是里边的肝经 肝经我们就简单了 你就从膝关节内侧 膝关节内侧 刚才是外侧 外侧是胆 里边是肝 刚才我们不讲那个裤缝了吗 里边不是也有一个裤缝吗 你顺着里边那个裤缝刮 那就是肝经寻行的部位 从膝关节往下刮 我们肝经这个部位 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胆经 是不是 相对的 那我们还可以刮脚 晚上洗完脚 把脚洗干净了 你可以刮刮足底 肝在什么位置呢 肝在右脚 右脚在这个位置 肝在右脚 那胆是不是在左脚 肝胆是连在一起的 在一块的 都在右脚是吧 在这个位置 既然咱们是全膝刮刷 我就已经拿起来了 咱们怎么办 肾虚 保健一下 肾虚我们先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刮 站起来 因为中医说腰为肾之腑 这个腰部本身就是肾所在 我们自己怎么刮呢 两个手握着这个刮刹板 两个手握着这个刮刹板 从上向下 这样 从上向下 刮这个腰部 把你的腰部刮热 每天刮腰 把你的腰部刮热 就有很好的补肾作用 但是刮到我们中间 这根骨头上的时候会 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你搁着薄薄的衣服 不会伤到骨头的 你如果能坚持每天刮 这是一个很好的补肾方法 补肾不见得要吃药 其实这么刮一刮 感觉还挺舒服 我们两位女士请坐 这个还挺难刮的 我觉得 那我们要是真正 能够起到更好 更快的一个不肾的效果 那就最好能够 直接在皮肤上 肾的这个区域 在第十一 第十一胸椎 到第三腰椎 我们在这个范围里边 给它刮肾子脊椎 对应区 先在中间涂上刮砂油 然后呢 我们用这刮砂板的脚 从上开始向下 刮的位置可以高一点 你说我也不知道 哪个是第十一个 我数不清楚 你就刮高一点 中间 对中间 先刮中间再刮两边 从上往下一段一段刮 然后呢 我们刮这两边 刮这两边 肯定会出了一点点沙 让你感觉这儿 是不是有点小疙瘩 对吧 不是很疼是吧 这个要注意了 像这种情况 咱们早期做一做保健 它就不会发展成问题了 大老师咱们接着讲 刚才刮了这个地方 对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刮腿上的经脉 刮腿 腿上我们前面不讲了吗 前边里外两条是脾胃 对 中间是肝胆 对吧 现在我们刮后边 后边就是肾和膀胱 就是所谓的小腿柱子 对 所以我们用这刮砂板呢 从这膝窝这上边往下刮 膝盖窝 刮到脚后根 这是膀胱经 然后再稍向内侧一点 后边 这是肾经 我们用那小人来看 就是从这开始刮 从这开始刮 往下刮 这样给它刮 对 这是膀胱经 一直到小脚趾 还有就是里边这一条经脉 这么下来的这一条经脉 就是小腿肚的内侧 小腿肚的内侧 这就是肾经 这个 我们经常的刮刮这个地方 隔着衣服刮 那么还有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我们可以洗完脚 刮一刮脚心 脚心的永泉血 有很好的补肾的效果 好的 那我们刚才讲过之后 但是我突然觉得 我们既然讲五脏六腑 好像我们没讲全 对 才讲了五脏五腑 好像还拉一腑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也咱没讲的 老师 因为一脏配一腑 当然我们讲五腑了 但是中医讲五脏六腑 还少一个什么 少一个三胶 为什么咱没讲三胶呢 因为三胶没有脏 可以跟它相配 所以在中医学里三胶叫孤腑 说到这个 虽然说它很孤单 但毕竟说五脏六腑 三胶重不重 它可重要了 您讲一讲 它实际上是一种道路 所以中医说三胶是什么呢 是一种通路 它这个通路是走什么的呢 它是走元气的 人的元气很重要 它藏在肾里边 是吧 这个元气要通过三胶输送到全身 同时呢 它还是水液运行的通路 所以人的液体 体液的代谢 跟这个三胶有关系 胶嘛 就是火热的意思 它表示的是一种能量 有能量才能消化 那才能运输 所以这个三胶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还记不记得 这个上肢的外侧 反正 大拇指 这是大肠 领导存在里边 小拇指一侧 对 在这个下边这个 这是小肠经 小肠经 大肠经 我们新一期的快乐健身一流框 是又和大家见面了 家中刮痧可以透视健康 咱马上回到眼波室来听听 如果肺和大肠出现了疾患 面部又有何变化呢 如果说这个人的肺出现了要健康 他的脸色应该是苍白的 苍白 而且呢肺呢刚才我讲了 他跟人的皮毛跟毛孔的开合有关系 如果肺气不足的人 他毛孔开合就不能自如 他不能随着温度的条件而变化 这样的人他就容易感到 为什么呢 天气冷了毛孔应该收缩 应该保护自己啊 因为肺和大肠相表理 所以肺的轻微的变化 它可以反映在大肠上 那么大肠的病变呢 也可以通过人的脸表现出来 比方说长期便秘的朋友 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 他的皮肤越来越长 所以我们要想让你的皮肤好 有一个平常最简单的保健方法 我们看看这图啊 这个图呢 这个小一肌上方 这个无名指 小指 下面这就是肺的指 然后在下面呢 这就是大肠的指 所以我们要想让你的皮肤好 有一个平常最简单的保健方法 直接在皮肤上刮 然后呢我们就要找一找 哪儿比较疼 比如说哎呦我刮到这儿 觉得这儿脱疼 好咱们把衣服撩起来 然后在这个部位涂点刮痧油 再有针对性 有针对性的重点刮是疼痛的部位 把那个地方刮的疼痛减轻了 您的肺经就疏通了 这个肺的保健作用就非常的好 这样啊 您刮的太长了 咱们就照着中医摸脉的那个地方刮就行了 对对对 要有点压力 特别像您这个啊 血脂偏高的 要经常刮一刮 刚才叔叔阿姨也自己实践了 其实现在挺想听听他们二位的感受的 阿姨那个部位 太原屑的部位疼吗 现在这个有点发热 有点发热 只要刮到这个局部发热了 您就可以停止了 五脏六腑的毛病都可以在皮肤上有所反应 我们一个是通过眼睛看 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图 在脸上用全息的理论来分析 那么脸是一个人的全息缩影 五脏六腑都有它对应的器官 都有它对应的部位 那么从这张图上来看呢 脸上分布着很多的经脉 如果你的哪个脏腑 哪个经脉出现了亚健康或者是疾病 它会通过神经体液或者经脉的传导 表现在脸上 发音出来 我看这个 我应该叫他妹妹 我看他呢 就是在这个两眉之间 两眼之间有非常细小的皱纹 皱纹呢 其实是一个气血不足的表现 那我们看看这个图呢 就是两眼之间是心 两眉之间是肺 那也就是说呢 他有心和肺的气血不足 但是他的皱纹啊 特别的细小 特别的清浅 所以我们判断呢 他的这个气血不足 跟他的年龄是相配的 但是呢 作为你保健来讲 你应该加强这两个脏器的保健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呢 让心肺 所以老的速度慢一点 我的肺气虚呢 像您这个 肺气虚的程度不是很严重 又没有什么肺的毛病 最适合刮沙保健了 最适合刮沙保健 对对 真棒 现在我教您一个 特别特别简单的刮沙方法 就是胎圆血 这是一个保健皮肤 也就是强壮肺的一个血位 对 要靠近手腕 靠近手腕的这个位置 靠近手腕刮到这 你看 您这就开始 有一点点的沙出来了 如果你在一个部位刮的似乎多了 你就会发现 毛孔都一个一个的张开了 刮到这个时候 后后就千万别再刮了 张老师我这样了 可以算个 就是时间 可以了 您这就不要再刮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已经开始有少量的沙出现了 可以了 我在这看到了 他的压力还是轻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肌肉比较有劲 比较后 肌肉比较好 肌肉比较丰满 所以像这种情况 这样的部位 我们的压力呢 我们讲的血液流动 要想流动的通畅 这就关系到血液的质量 如果你吃的太好了 你摄入的这个高营养 脂肪啊什么蛋白 这些太多了 血液粘稠了 粘稠了以后 它流动的速度就慢了 什么地方最容易堵呢 一定是那个流动的那个脉管 那个特别的 细的地方 最容易堵 这个最细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我们医学上就叫微循环 微小的血管 它最细 你想 假如人体的血液 它粘稠了的话 这么细的血管 它怎么难通过呀 可是这个血管太重要了 我们血液里边的营养物质 怎么才能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呢 就是通过这个最细的血管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地方一旦阻塞了 我们的阻塞的那个部位的组织器官 就缺乏营养了 当这个部位出现了预读以后 那旁边的通路就开放了 如果又预读了 旁边再旁边的路又开烫了 这个时候由于旁路的开通 那么组织器官照样能得到营养的供应 功能不受影响 所以说当你的微循环已经出现了障碍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一点症状都没有 自己意识不到 意识不到 因为他会选择其他的路径来帮助自己 对 那到底我们身体现在健康不健康呢 我们刮一刮纱就知道了 刮纱就知道自己健康了 如果你真的健康 你不出纱的 你现在能不能明白刚才那个道理 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可能跟我现在一个想法 都特想知道这怎么样 通过刮纱来判断一下 自己身体的潜在的一个健康或者不健康的 就是我想让张老师亲自来给我检查检查 看着这个道理有那么神奇吗 我需要怎么配合您 你就需要把你左边上支衣服撩起来 到整关节以上 好 没问题 对啊 我们今天也准备了 今天咱们不用刮纱板了 我就用手来给你操作 您是怕我疼了 不是 来 把你的这个肘关节放在我的手上 这个操作一定要放松 我要放松 如果你绷得很紧 它会增加疼疼 好 然后在这涂上刮纱油 一定要涂刮纱油 然后把这刮纱油涂匀 你看涂的量还挺多的吧 对 这手脱住 就在这个肘部涂上 因为这有三条重要的经脉 然后我们这手弯曲成弧状 这弧度正好跟你的肘关节是相吻合的 然后我从上往下拍 拍的时候 会有什么状况 很轻 然后你适应了 但是我很疼 我就开始加大力度 这还是算轻了 拍比刮要疼 因为你在这儿嘛 咱们想快速的 别耽误大家的时间 赶快诊断出来 好 所以我们就拍 你就忍耐一下 没问题 但是你要忍耐不了 你告诉我 我没问题 为了检验一下 为了减轻你的疼痛 我拍一下休息一会儿 真人性 其实之前节目我们就说到过 刮纱是一种享受得 今天不是享受呢 今天不是 还有拍的时候 把这个手弯的大一点 这个手掌啊 中间是空的 这样可以减轻 我也会觉得 这个张老师这个手 并没有完全接触到 对对 你听声音也不一样 听这个声音 空空的声音 这样拍 疼痛会轻 我发现我的胳膊 已经有点红了 疼了吧 你现在看看 这儿有没有小刹点 有 已经出来了 你觉得你很好 是吧 对啊 其实已经有要 健康状态了 哎呦 我觉得 您看一眼 张老师 我觉得这要这样拍 还没有拍揍呢 我都有点 我都有点害怕了 别害怕 不过我们这个是一个诊断 没关系 其实 待会我们再讲 这很重要 是吗 好了 哎呦 不要哎呦 这个很正常 我们拍了成千上万的人了 这种情况 是非常非常轻微的 张老师在安慰我 说这种情况 是非常非常轻微的 我现在已经在怀疑 我的身体状况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手臂 没关系 因为可能就是这个不是说 刮症可以诊断出来这个状况吗 我觉得我这个已经开始 已经有红杀了 这就是验证了 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你中间呢 有一些路可能已经发生了 预堵了 但是呢 你的肌体呢 很聪明 它会从旁边的路开通 所以你任何症状都没有 我们怎么能在 你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 提前发现身体里边的亚健康 我特想知道 您赶快跟我说说吧 我们这个叫超前诊断 超前诊断 你看啊 三条经脉 肺经 心包经 心经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沙的颜色是鲜红鲜红的 这个是紫的 青的点 凡是你拍沙 拍出来这样鲜红的沙 这个是非常非常轻微 任何症状都没有的 我还以为 可以鉴于健康人 健康人可以出现这样的沙 这样的红沙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 如果我不拍 它自己通过肌体的自行调整 它也会把这个经脉疏通的 像这样的小青痘痘 我们说它像绿豆那么大的沙 这也是一个轻微的压健康 这个主要是 刚才您说的是指哪个部位 哪个部位呢 上边是肺经 肺经 中间和下边跟心脏有关系 像你们做主持人经常说话 能不伤气吗 还有呢 你要考虑 容易吗 真不容易 你要考虑怎么编节目啊 怎么表现得更好啊 能不费脑子吗 所以你的心肺都很劳累 这个压健康潜在的问题已经有了 那怎么办呢 别着急 杀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这就是刮杀的好处 毒素已经排出到我的天 对了 虽然是很疼 经脉已经疏通了 你看 比脑袋吃药快吧 没错 我现在觉得这个 被张老师拍过的这个肘部的位置 会觉得很胀 然后 对 非常的热 会觉得 如果按照刚才张老师这个血脉的理论 我会觉得我所有的血都往这个部位再淤 然后可能再努力的去疏通某个地方 我会 我会有这种感觉 会觉得这个手臂会和这边的手臂相比 会觉得很热 那会不会肿啊 不会的 不会的 这就用上刚才我们讲的道理了 用不了五到七天 你这点的皮肤恢复正常 一干二净 而且还可以调动你机体的免疫功能 刚才这个张老师在给我 给我这个进行拍的过程当中 我也有一个疑问了 就是是不是这种方法适合所有的人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 就是有一些人是不适宜的 哪些人呢 就是他血液有病 血液有病 比方说血小板减少症 这些人不用拍不用刮 轻轻一碰 皮肤就轻一快 这是不适合刮纱的 不过也有很多朋友在说 说这个 您看刮纱 刮说的这个纱是把这个寒毒的血液排除到体外了 但是过几天这纱它消退了 那这纱哪去了 好多人是不是又被我们吸收了 还有毒素的血液吗 就没了 也没见它出去 这不又重新吸收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个血液在血管里是它正常应该待的位置 当它渗漏到血管壁以外的时候 对于我们身体来讲 就是一种不应该存在在那的机体叫异物 就是异常的异 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具有免疫功能的细胞就过来了 就把它吞食分解掉了 所以这个纱消退的过程可以激活机体的免疫功能 咱具体来说说这个肌肉保健刮痧的这个妙处和方法 肌肉保健刮痧有个要点 其实和其他的刮痧呢有共同之处 我们首先呢要强壮的是肌肉 因此我们刮痧的时候 这个按压的力度一定要压到肌肉的深部 所以呢我们要缓缓的向下施加压力 由轻到重的向下施加压力 这样刮起来就不会感觉疼痛 既然我们是这个肌肉的保健 那我们在刮痧的时候吧 就一定要选择我们身体肌肉特别丰满的部位 这样刮痧刺激肌肉的效果会更好 比方说颈部 肩部 肩部 上肢的大臂 这个地方肌肉都是比较饱满的 还有这个肘关节的内侧 还有我们的腰部 背部 还有臀部 大腿的部位 小腿的外侧 后侧 这些地方肌肉都是很丰满的 全身各个地方都有经脉巡形 我们只要刮 刮的时候注意 凡是肢体 背部 我们都是从上向下刮痧 如果你有静脉曲张 如果你有下肢浮肿 那么你就要倒着刮 除了这个以外 身体的任何部位 肌肉丰满的部位 我们就这样 从上向下 那张老师我也发现 刚才咱们这条题目当中提到了三个学位 比如尹白靴 还有这个足三里 都是在咱们的下肢的部分 这个我觉得是不是相对上肢 刚才您讲的那些会效果更好 它有一个对比吗 我们所以选择下肢的这些部位 那是根据脏腹来确定的 因为脾主肌肉 这个经脉它是走在腿上的 所以我们选择下肢的这些学位 如果你的脾脏强壮了 你全身的肌肉都能得到丰富的营养 都会有好处的 那如果说我上肢上背部 我这些部位肌肉有些疼痛 那你就要专门的 另外的重点的去刮食这些部位 就是说我们这个刮痧 肌肉的刮痧 还可以间接的强壮脏腹 你看刚才我们讲到了 你见了脾胃对肌肉有好处 那当我们刮食肌肉的时候呢 反过来又可以强壮脾胃 而且它不仅可以强壮脾胃 根据这个图 你刮食哪个部位的肌肉 这个部位所寻心的经脉 就被你疏通了 那么也就间接的强壮了脏腹 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 看来咱们这个治标和治本 要结合起来了 这个肌肉的保健和强壮 还有这个脾脏的这种健康程度 是相联系的 而且我们的这种刮痧保健 和运动的这种 也是要相结合 主动和被动相结合 今天我知道张老师还准备了一招 特别奇妙的 既简单又方便 还安全的帮助我们延缓衰老的办法 是吧张老师 今天咱们要介绍筋的保健 筋的保健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对 筋它是受肝的领导 或者说筋跟肝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肝的功能好 那么他的筋就一定很好 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肝好 它的筋才能好呢 因为肝主藏血 而筋的柔韧度是需要血 只有血充足了 才能保持筋的柔韧度 筋是在我们身体里边 是管伸拉运动的 这个筋的保健如果做好了的话 我们的身体各个关节会更加灵活 同时筋的保健做好了呢 还有助于美容呢 筋的保健还有助于美容 而且我们要学会利用刮痧来保健筋 还可以预防运动损伤 如果说我把脚扭了 我把膝关节伤了 这个时候呢 你不好判断 说我是骨折了呢 我还是韧带断了呢 作为一个不懂医学知识的人 不好判断 那最安全最保险的方法 咱们是刮全膝刮痧的部位 全膝刮痧的部位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儿有毛病了 我不刮这个局部 我可以刮其他的部位 这是非常安全的 我看到我们这儿有张图 我好像张老师 比如说这个手部 我就发现它是对应的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你看它是一个人的缩影 对应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第二食指 这个第二掌骨上 如果我要是脚扭伤了 膝盖扭伤了 那我可以刮这个第二掌骨的末端 比如这个 比如说 来我们试验一下 来这是你的手 这是食指 这个骨头就叫第二掌骨 第二掌骨 我们按照这个图来对应 这是第二掌骨的头部 这儿是第二掌骨的脚部 足部 末端 那如果比方说我脚扭伤了 膝盖跟脚 这离得在这个小范围里边 它离得是比较近的 你可以用这刮痧板 就这样垂直 找到这个足的这个位置 要垂直找到 垂直找到 足的位置稍向上一点 就是膝盖的位置 就是脚腕的位置 那我到底损伤哪一个部位呢 我就在这个小小的范围里查找 查找的时候呢 有一个标准 就是我垂直按压在这儿 你体会啊 我是不是一边按 一边揉 对对对 这儿疼不疼 现在没有感觉 那说明现在 你的脚还是很健康的 没有发生损伤 然后我们再向上 往上一点 就是脚腕的这个部位了 我们再往上一点 就到了膝盖的这个位置了 假如这个时候 你正是处于 刚刚发生运动损伤 我再按压你这个位置 就不是现在的感觉了 我压的时候啊 如果压到了 正好对应你膝盖的那个点 这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疼 这个疼痛的程度呢 和你运动损伤的程度 成正比 这儿假如损伤很厉害 这儿就非常疼 对对对 我们在这个疼点的这个区域里边 慢慢的缓缓的 短距离的移动 来按揉这个疼点 按揉按揉以后呢 这个疼点慢慢慢慢的疼痛 由重变轻 然后你再站起来 活动活动 你的脚关节呀 你的膝关节呀 它的疼痛就会有所减轻 一般轻微的脚扭伤啊 膝关节的损伤啊 通过这样的治疗 能够缓解 缓解了以后呢 等你能走路了 或者旁边来了人了 我们就可以到医院去 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对 当然了张老师 咱这实用的办法过后 咱也得教给大家一种 比较系统的 或者说更加到位的 一个刮痧的治疗 局部的治疗 今天我们正面讲筋的宝剑 那么腿上走了六条经脉 这个穴位啊 不只是对膝关节重要 它对我们全身的筋 都有宝剑作用 在哪 或者说它是筋的总管 这个穴位叫阳灵拳 你看啊 我们从手这么滑下来 这儿有一个骨头突起的地方 肥骨小头 这个穴位就在它的下边 就在这个位置 我们刮的时候 在这儿涂点刮痧油 阳灵拳 然后呢 从上向下刮是这个位置 也可以对这个穴位进行暗揉 经常刮柔 这个穴位 对筋有很好的保健作用 如果比如说你经常参加运动 那我把这个穴位 保健到了 可以呢 增强筋的柔韧度 减少运动的损伤 那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说我这养肝 比生气 生气伤肝嘛 对吧 这是从外来说的 那从内呢 怎么样去养肝 从内怎么去养肝呢 那就应该刮跟肝有关的输血 我们都知道呢 肝在我们的这个位置 在右侧 那你就拿着刮痧板 可以隔着衣服 可以隔着衣服 自己给自己树干礼器 这样树放着 然后从里向外 我们请张老师在现场 给我们演示一下 说这个怎么样 通过这种刮痧保健 来对我们的骨骼 有一种保健 对肾脏有一个保健 好吗 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来配合一下 怎么样去进行 让它怎么配合您 这个骨的保健呢 有几个重要的地方 其中有一个穴位 我们全身就这一个穴位 它主管全身的骨 一个穴位主管全身的 这么重要 这个穴位在哪呢 在咱们的颈部 颈背部 来你稍微低一下头 你看 这有个骨头骨气来了吧 这是大椎穴 在它的下边 第一胸椎 旁开1.5寸 在这个地方 这1.5寸呢 是两个手指 我们以这个穴位为中心 上下拉长 有这样两三寸的距离就可以了 如果你上下拉长两三寸 这个大柱穴就在其中 它对骨骼有一个总的作用 骨汇大柱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通过补肾 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腰部 在这个部位涂上刮痧油 从上向下刮室中间 还可以刮室两侧 刮完以后把油擦干净 马上把它盖好 要保暖 保暖 对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穴位 就是在腿上 腿部 腿部 是膝窝这儿的三个穴位 正好膝盖窝的地方 这三个穴位是肾经跟膀胱经的穴位 我们就用刮痧板 在这三个穴位上 从上向下的刮室 这样 也是把它刮热 那这个刮痧的这种 骨的保健 有没有什么禁忌的 有什么注意的 是所有人都可以吗 禁忌症和我们以前讲的 刮痧的禁忌症 这是一样的 属于不能